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要挺胸抬头 只有这样才会看起来更精神 有个好的体态 可只要时间一长 我们又会不自觉地回到这种懒散的状态 这种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日常 却隐含着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状态好看 而这样的状态不好看呢 难道只是审美问题吗 加拿大著名心理学家 Jordan Peterson 在他的人生十二法则里说的 不只是人类有这样的审美 就连龙虾也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进化论成立 这件事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体态反映的不仅仅是骨骼和肌肉的状态 还有我们的心理甚至是荷尔蒙水平 当我们有足够的血清素或感到自信时 我们会自然地挺胸抬头 但相反如果没有足够的血清素 或者情绪低落 我们也会下意识地蜷缩起来 看上去圆肩驼背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挺拔的人 我们喜欢的不仅仅是他的骨架 而是他隐含的 有能力迎接任何挑战的自信 就像一个赢了的龙虾一样 但问题来了 好看是否代表这是正确的体态 并需要一直保持呢 在2021年的一个 针对青少年的实验中发现 长时间保持相对素质的坐姿 反而会让受试者 尤其是女生的颈部肌肉 更加紧张 产生脖子疼的风险 而这种驼背懒散的姿势 反而会让他们感到放松 减少颈部疼痛 而2016年的文献中 在对比了腰痛人群和健康人群 一小时的坐姿变化后发现 无论是否有腰痛症状 他们都会在20分钟左右 自动变成驼背的状态 如果挺胸抬头 是一个正确的体态 那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完全相反的结论呢 你怎么去理解姿势 英文怎么说 有best part is your next part 人是可以动的 所以说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姿势 没有人去研究体态的存静态 我们俩试试看 视角重力动作 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体肯定是在动作 也就是说 体态本身并不是我们经常认为的静态图片 因为无论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会用肌肉 骨骼和韧带 来对抗重力 保持平衡 但我们在挺胸抬头时 需要动用更多肌肉 以及注意力 来维持这个姿势 虽然好看 但也会消耗更多能量 而当这些肌肉疲劳后 或者注意力 不在体态上 我们也会潜意识地 进入省电模式 用更多的韧带和骨架 来维持平衡 虽然不好看 但会让肌肉和神经系统得到放松 这两种体态本身 并没有对错之分 但无论长时间保持哪种体态 都会增加肌肉或韧带的压力 甚至造成疼痛 所以好的体态 并不是长时间维持一种姿势 而应该是有 在各种姿势中 相互转化的能力 比如在面试的时候 挺拔身体 保持自信 在休息时尽量放松 加快恢复 在健身时 通过变化体态 自己想要自己的肌肉 但是 现在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都在逐渐失去这个能力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就像这个1932年的体态教学所说 要想改善体态 我们可以通过拉伸紧张肌群 或收缩放松肌群来完成 这个理念被沿用至今 很多教材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 这种方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内部补价 就拿圆间駝背来说 从外面上看 是前侧紧张 而后侧被拉长 但是在身体内部 我们的胸阔也变成了一个向下挤压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最重要的呼吸肌 隔肌 就没法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因此 我们只能用颈部前侧肌肉 来代替隔肌 作为主要的呼吸肌群 可这样的结果就是 每次呼吸 我们都在潜意识里 加强头前倾的状态 大家试想一下 我们每个人每天 要进行两万多次的呼吸 如果大部分时间 都在这种姿势下 其实就在一直强化 我们的颈部前侧肌肉 让头前倾更加严重 所以要想改善这种体态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恢复胸阔的位置 让隔肌发挥其应斗的作用 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 仰卧呼吸训练 躺在垫子上后 将脖子枕在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上 毛巾的厚度 刚好可以让我们的下巴指向天花板 然后将两只手向外打开 自然地放在两侧 这时观察我们是否有肋骨外翻的情况 如果有的话 找东西垫在两侧 尽量让双手放松 然后将双脚向后发力 感受大腿后侧收缩 骨盆微微后倾 整个腰部贴在地面上 这样我们就设置好了一个 相对稳定的呼吸位置 保持这个姿势 先用嘴呼气5到10秒 在这个过程中 不要做卷腹动作 自然吐气即可 快呼完的时候 我们会感受到一点点腐外血肌 保持这个感觉 用鼻子慢慢吸气 在整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 时刻保持脖子的放松 呼吸5次 然后还原 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将胸阔上方打开 恢复一定的隔肌功能 但是 正常呼吸下的胸阔 是有能力向前后左右打开的 因此我们还需要提高它向后扩张的功能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做一个 俯身四足呼吸 趴在地上之后 让手臂和大腿垂直于地面 在骨盆保持中立位的情况下 张嘴吐气 并将双手往下推 持续5秒 吐完气后 我们应该能感受到一点点腐外斜肌的收缩 保持住这个感觉 用鼻子慢慢吸气 这时 我们应该能感受到 胸阔在一点点向后扩张 重复5次 然后还原 最后 我们要将胸阔向两边打开 但在此之前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 是否有高低肩 或者骨盆不平衡的问题 根据姿势恢复学院所说 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是不平衡的 而且不平衡的原因都是相似的 我们是人生的不平衡 我们是人生的不平衡 我们有胸在我们右边 我们是三颗的 我们的胸阔和胸在我们右边 相似的两边 所以我们是人生的不平衡 无论什么 基于这些不平衡 我们很多人在呼吸时 都会让左边前侧更容易进气 而右边前侧更容易呼气 这也间接地形成了 左肩高右肩低 左侧肋骨外翻 以及右侧更容易圆肩等问题 这种现象本来是正常的 但如果大家像我一样 喜欢健身举铁 就很容易因为这个不平衡而受伤 所以我们需要训练 与之相反的呼吸模式 来缓解这个问题 一个有效的动作 就是侧身胸腔伸展 首先朝左侧坐在地上 让肩膀 臀部和膝盖在一条直线上 两个膝盖弯曲90度 保持这个姿势 将身体重心偏向右边 然后用左膝往下发力 向前伸左手的同时 深呼一口气 这时 你应该能同时感受到 左边大腿内侧 腐外斜肌的收缩 以及右边躯干的拉伸 呼完所有气后 保持收缩感 用鼻子慢慢吸气 如果动作标准 你就会感受 右侧胸阔 在慢慢扩张 五次呼吸为一组 然后还原 尽管是以右侧为主 但我建议两边都练一下 这样可以提高整体胸阔的功能 以上就是通过呼吸调整胸阔 进而改善体态的三个动作 如果大家有和我上面所说 不一样的情况 可以留言给我 我们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尽管每天坚持做这样的训练 可以提高我们 转换体态的能力 但只是训练 而不改善我们生活习惯 是远远不够的 在2007年的研究中发现 我们每个人每天 有7.7小时 都是坐着的 这占用了清醒后 一半以上的时间 而2017年的文献 在调查了7900多名 45岁以上受试者的 久坐情况后 即使他们每天 已经做了低强度的运动 还是会随着久坐总时长 和单次久坐时长的增加 而大大提高死亡率 所以要想改善体态 我们首先要做的 并不是直接去纠正它 而是要减少久坐时长 并增加变化体态的频率 那我们该如何 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就是改变我们的工作 或学习环境 当一个人的桌椅高度 不符合他的身体结构 就会加快疲劳堆积的速度 比如当电脑屏幕 在眼睛正下方时 无论如何调整体态 都会让头不自觉地前倾 这时我们可以用书 或专门的架子 来垫高屏幕 让眼睛可以自然地平视前方 同样 手臂的位置过高 或靠前 都会让斜方肌产生酸痛 这时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外接键盘 或者增加凳子高度 并将凳子靠近桌子 来让手臂自然放松 减少斜方肌的发力 最后 如果坐在凳子边缘 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到驼背状态 而如果先将屁股抬起来 身体前倾 坐在凳子最后侧 用坐骨承重 这样当我们放松时 也会用靠背来支撑身体 减少腰椎的压力 尽管我们会不断改变姿势 但是每次先用这种 最接近脊椎 生理曲度的姿势来工作 会相对更加省力 缓解疲劳堆积的速度 如果条件允许 我强烈推荐大家 入手一个升降桌 或牙医用的马鞍椅 自从有了这两个工具后 我可以更容易地改变姿势 避免长时间工作时 单边集群过度紧张 如果受条件所限 完全无法改变工作和学习环境 大家一定要利用好休息时间 出去运动散步或者躺一会儿 尽量不要在休息时 还保持坐姿 以上就是通过改变环境 来改善体态的技巧 尽管我们大部分人 注意体态的原因 都是为了美观 但从健康角度讲 无论长时间保持哪种体态 都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希望今天这期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让你重新有动力 多去换换体态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